记者吕一轩台北报导,教宗方济各时日接见全球550位慈悲传教士来自台湾教区的意大利一神父吕若瑟,当面向教宗表示期待教宗访问台湾,外交部欧洲司司长高安今天对此表示感谢,并说台湾一直透过各界声音集合共力努力邀请教宗访台。 梵蒂冈圣座促进心服传委员会于本月7日至11日慰慈悲传教士举办活动,教宗方济各并于10日接见全球550位慈悲传教士,有6位省父来自台湾教区,包括嘉义教区副祖教务中原神父,宜兰郊西邹正义神父,林医慧吕若瑟神父,妖汉小兄弟慧范寓言神父,圣母圣心慧吾伟利神父, 新竹教区张文福神父,其中在台50多年的意大利异神父吕若瑟,在或接见时当面向教宗表达,非常期待教宗能够访问台湾。 方济各于2013年成为教宗后,我曾多次邀请教宗访台,外交部曾于2014年与2015年两度提出邀请,不过教廷已形成紧凑,无调整空间为优回绝。 总统蔡英文去年则曾在教廷于台湾高雄举行的第24届海洋使徒世界大会提出盼望,副总统陈建仁2016年9月访问范蒂冈时,也曾亲自邀请方济各访台。 高安今天出席外交部立会时回应此事说,有许多来自外国的神职人员在台湾深耕发展,有活动到教廷时也帮我们发声,外交部对此表示感谢。 高安也说,我方一直持续努力邀请,同时透过各界声音集合共力努力,同时我方的天主教社群也透过各种层面让外国政府和教廷了解台湾和天主教社群的深厚连结。